对战第一轮 首先登场的是狂飙战队 首先要出战的这位歌手 自歌狂开赛以来 表现是越来越好 他的表现完全可以配得上 歌手这个称谓 他是谁呢 对 他就是狂飙战队的骑兵 小沈阳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允许我讲两句话 小沈阳是我的师弟 我为歌狂这个节目 原进化成我准备参加 突然之间 小沈阳的出现 会给我放弃 咱们团队当中就你歌唱得好 肯定他唱得好 我唱得不行 风和雨来得刚好 谁比我的武功高 谁只难受谁知道 天下第二也挺好 我们后边的所有市民地 在这里给你加油了 给黄飙战队加油 总之你参加 我们对你是分心的 谢谢 一看 一看 四 做一名跨界歌手 小沈阳虽然勇气可嘉 但是个人单场两胜两负的战绩 也带给了他无穷的压力 不用把比赛看得那么重要 就是真心地把每一首歌唱好 就行了 单曲是一首非常抒情的一首老歌 朱瑞老师也一首牵手的这首歌 最后一首单曲了 为什么选择牵手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呢 其实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唱过 就在KTV唱过 而且是跟我老婆一起来唱的 所以他比赛的时候也会来 我就弥补一下子 结婚十周年的一个礼物吧 因为我这个人不太懂浪漫 包括结婚这么些年 没有主动送过老婆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表达一下对他的歉意 同时也感谢他陪我走的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也许牵手的梦 也许牵手的梦 来上海要一起走 所以有了班的路 没有随意可回头 因为语言不敢听 因为语言不敢听 因为诊弱不甘心 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 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 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没有风雨多的光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地牵手的梦 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也许牵手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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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有了班的路 没有随意可回头 也许牵手的梦 杨哥现在俨然是 专业歌手的级别了 雨晴 有很多下次 但是唱完了 我相信一定不会拿很多分 但是我是用心来完成 我觉得他发挥得非常地好 就是我在台下自己听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个男人 可以这样唱歌给我 那该有多好 家人在场的感觉 在唱这种清晨的歌曲 我觉得可能每一字每一句 都是唱到心里去的那种 《狂飙战》对小沈阳的 这种牵手 他主要强调的是走心 定的调并没有那么高 整首歌都很用心在唱 所以我很喜欢 刚才小沈阳演唱的这首歌 真是情真意切 我知道小沈阳 是把这首歌要送给台下一位 特别的人 这个人呢不但是小沈阳 二人传的搭档 同时也是他生活中 相敬如兵的伴侣 他就是沈春阳 沈春阳在哪呢 嗨 你好 祝愿你们一家人永远的幸福啊 今天现场还来了几位这个太太团 黑豹乐队赵明依的太太杨帆 还有黑豹乐队张琪的太太韦佳 摇滚战队 摇滚战队刘文杰的太太胡靖 好了 接下来摇滚战队要迎战的这位歌手 就像歌狂舞台上一缕的清风 用他的深沉和温暖打动了很多的观众 掌声欢迎刘文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翻课了 已经要睡觉了 但是呢 我还是陪着他 我觉得真的好辛苦好辛苦 蛮心疼的 觉得真的做每一行都不容易 如果这次能够取到好的成绩 那也是对这一次蜜月之旅的一个收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 你的心是像一个深爱 我在过去泡香微蓝 掉进眼里就流出泪蓝 尽尽苍开无限感慨 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 让星转去用门袭蓝 让你离开 让你离开 舍不得我 一切都不是为爱 没有遗憾 害我 就让梦是随风 都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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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随风动 早开花开花谢 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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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是随风 都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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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随风 梦 一片潮起潮落 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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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随风 你的影子我所不在 等的心是像一颗尘埃 我在过去飘香味 掉进眼里就流出 曾经沧桑无限感慨 不是个独别拥抱实在 爱心春去让梦成 让你回来 舍不得我 一切都是为难看 还有我 就让往事随风不随风不随风心碎与动 昨天花开花雪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 就让往事随风不随风不随风心碎与动 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 就让往事随风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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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是随风 昨天花开花雪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 就让往事随风不随风不随风心碎与动 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就让往事随风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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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己加油 刘文杰唱这个 往事随风唱一唱 特别是后面越唱越好 后面一重一重一重的那个 高潮叠起的感觉 恭喜发展 恭喜发展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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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本场对战第一轮 已经结束了 501开始准备 拿起投票器 我反正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挺满意 这个没有什么意外 这是必赢的 小沈阳夫妇 十年相守之情 都已唱在了歌里 还沉浸在甜蜜新婚中的刘文杰 也是为爱而唱 两种歌喉 一种情谊 谁更省一筹 大家是喜欢小沈阳呢 还是刘文杰呢 是狂飙战队的呢 还是摇滚战队的呢 开始投票 这个501投票的结果也就在这里 下面我来公布一下 小沈阳 小沈阳 五位歌狂总决赛第一场第一轮 黄飙战队小沈阳 对战摇滚战队刘文杰 501的投票结果 刘文杰胜 真的在决赛的舞台上 咱们每一个歌手都是在进行享受 这个舞台带着我们的快乐 因为场次已经不多了 总决赛的第一场 我们的感觉就真的是很舒服 很享受音乐 大家都特别努力地去把自个儿喜欢的音乐都唱得特别好 多人也劝我 说这首歌如果要比赛来讲呢 会很吃力 我说意义多于比赛 我说这首歌要弥补一下我十周年送给我太太的一首歌 所以就是用心把它唱完 对战第二轮 首先出场的是摇滚战队 这两大帅哥连妹出击 掌声有请黑豹乐队的主唱张琦刘文杰 当时选曲的时候我跟齐哥敲定这首歌的时候 感觉就一拍即合 这次我们两个唱的对唱 是我跟文杰第一次我们俩唱对唱 挺有意义的 我觉得而且文杰也是挺感性的 他也觉得 文杰哥咱俩唱这歌很享受 那感觉 我说我也是 占了是 自然的抖音 齐哥在舞台上就是那种进行放电 然后狂野的摇滾的那种法很足 但是在私底下 还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人 虽然我们俩认识不太久 但是感觉一下好曾前的歌 因为这个是很投契的原因 我觉得这方面就很舒服 这首歌我们应该会火力全开的 再一起 没准真的有观众这么喊 你可千万别带这个头 这种感觉玩音乐的人 就是内心无法言语 这一首特别舒服 我觉得这个是我蛮惊喜的 就是两个摇滚人 然后结果就坐在那边唱书情歌 我觉得还蛮挺新鲜的 两个人发挥得很好 表现出的那种不是有个无情 就是比较很凶悍的 那个场地的感受 出场了啊 这一轮要拿下 狂飘 狂飘 我冠军上了 加油 接下来要迎战的是狂飘战队 即将登场的这两位歌手 在歌狂的舞台上唱过很多 爱恨纠缠的歌曲 她就是狂飘战队的金童玉女 多亮李嘉威 由于大雨的原因 李嘉威成为本场最后一位到达的歌手 因此错过了彩排的时间 给了我们的只有几个小时时间去排练这首歌曲 你要说百分之百完成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就挺担心这件事 对 这首歌其实是单人唱的 而我们就把它变成双人的歌 太高了 我不唱得好 我直接从头到尾给你合就行 我很期待就是他们怎么样去设计女生的那一部分 你做好了观众会觉得很好 没做好观众也会觉得怪怪的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对这个编曲有点陌生的那种 要真的唱下去感觉 我们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就要马上变 但是其实距离开路才短短的几个小时 要把这些想法把它实际的做出来 是需要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磨合 我曾爱过 一生举过 唱过爱的天雨色 摆脱命运的捉弄 我知道我要什么 有一份难言的感动 用所有情绪融合 何必再无谓的思索 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 如果没有你 我要往远方的山口 却错过转弯的路口 忽然挥手 才发现你在等我 没离开过 我寻找大海的尽头 却忽略蜿蜒的河流 当我逆水行中 你在我左右 带着我走 交往远方的山峰 却错过转弯的河流 忽然挥手 才发现你在等我 没离开过 我寻找大海的尽头 却忽略蜿蜒的河流 当我逆水行中 你在我左右 你在我左右 我寻找大海的尽头 却错过转弯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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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的水行中 却错过转弯的河流 阳光证明 这并不是一场梦 一场梦 I know I know 一生也有 心去感受 有一颗声音 我说爱情 没离开过 没离开过 这首歌想要表达出来 就是黄标精神 没离开过 对 没离开过 我们三个一直在一起 对 唱这首歌的时候 满满都是狂飙站队 就是告诉彼此 我就是对着多亮说 我没离开过 我也不会离开 李家卫在这首歌的表现 让我觉得 真的是为他竖起大拇指 他就一直在带颖的多亮 然后一直在跟他 有一个很自然的互动 我甚至有一刻 会觉得他们在谈恋爱 就是一个完美的演出的过程 我之前预测对了 我就说挑战越大 也许完成得好的话 收获就越大 那后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什么压力 没有所谓 没有所谓 没有 好了 对战第二轮已经结束了 501 拿起投票器开始准备 我们黄标战队的这份情意啊 这份感情是没离开过的 摇滚战队用一首男生对唱版的洒脱情歌 迎战狂标战队一如既往 深情款款的默契对唱 谁的深情可以让501按下投票键呢 大家是喜欢帅气逼人的摇滚战队还是喜欢配合的默契无双的狂标战队呢 开始投票 好了501这个投票结束了 接着来问我们现场的这个观战嘉宾 既然灵溪你拿起来的话头就灵溪说吧 你对他们两组这个对唱有什么 看完以后有什么感想 多亮跟李嘉薇 唱起来就让我感慨万千 好像已经在一起的样子 在一起的样子 对听了有点那个感动 我就比较喜欢一男一女的柔情 好了谢谢灵溪 欢迎继续收看 吴贵游不刺激资源洗头水 独家冠冰播出的我为歌狂第二季 现场501的投票结果就在这里 我为歌狂总决赛第一场第二轮 对唱环节 摇滚战队刘文杰 黑豹乐队主唱张琪 对战黄标战队李嘉薇多亮 501的投票结果 李嘉薇多亮唱 有啊 你选择帮我来 觉得好开心 因为有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完整地呈现给观众 我觉得观众其实是可以感受到 我跟多亮之间的这一股力量 好了吴贵宏 谢谢吴贵宏 现在总比分摇滚战队依然领先 这个决赛阶段 狂飘战队和摇滚战队要连战两场 总分累计最高的战队将获得我为个狂第二季 总决赛的冠军